大家好,我是士光保俠的Able,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标试 今年我们没有了Basso World, Watches and Wonders都搬到上海, 但瑞士那边一点都不冷清 因为有17个品牌一起搞了一个Geneva Watch Day的活动, 就在8月最拉末星期举办 为我们介绍他们今年的新标,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有5个新标我们想为大家介绍 第一个我们想说的碗标是Bugary的Octofenissimo to be on chronograph Bugary自从2014年开始, 每年他们都为我们带来一个超薄的世界纪录 他们曾经做过有超薄的陀菲伦, 有超薄的三文碗标, 有超薄的自动碗标, 有超薄的自动陀菲伦 去年他们做了一只超薄的计时码标, 今年他将两个复杂功能计时码标, 陀菲伦就放在一起 做了这一只Octofenissimo to be on chronograph 这只碗标的机身只是3.5毫米厚, 而标壳也只是7.4毫米厚度 它是用了一个5级的体, 金属来制作, 直径是42毫米, 可以防水30米 这碗标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薄呢? 最主要原因是Bugary 将那个自动摆脱, 造成一个 peripheral的环形摆脱, 完全都不占这个厚度 另外因为这只碗标是计时码标, 所以他们是需要将整个计时功能重新计, 令到它可以造成一个超薄的碗标 不过它原来是一个单按钮的计时码标 2点钟位置的Pusher就负责这个chronograph的Start, Stop和Reset 而4点钟位置的Pusher, 其实是用来负责这个Crown的功能 究竟是用来上链, 还是用来调校时间的 这个计时码标是一个QuorumView控制的计时码标 碗标本身的陀菲伦就是放向6点钟的位置 碗标是可以提供52个小时的动力处备的 碗标的限量是50只, 定价港币143万 第二个我们想说碗标是Brightling Endurance Pro Brightling 8年龄这个新的系列, 目标的用家是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 他们可能是跑步, 游泳, 或者是爬山 这些朋友一般来说他们都不希望碗标太累積 所以Brightling 8年龄就用了一种很特别的物料叫Brightlight 这种物料是Brightling专有的, 它比泰铃铃要轻3.3倍 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们防磨损 防腐蝕 不会受到磁力影响 也不会为人的皮肤造成敏感 碗标的尺寸是44毫米 可以防水100米 有五种颜色的选择 因为碗标是用橡胶的标带 包括有白、蓝、黄、橙和红 在标圈上有相应的颜色配襯 功能方面这个碗标搭载了瑞士天文台认证的 一个Supercross超级石英机身 Supercross是比一般的石英机身准十倍的 另外这个碗标是因为是一个计时码标 它可以提供十分之一秒的计时功能 另外在那个标圈上面是有Pushograph的黑度 比佩戴者可以量度自己的心跳 因为碗标的电池寿命不低于三年 它的定价是$23,500港币 第三个我们想说的碗标是Hmosa & Crew的Streamliner Sand-A-Second Streamliner 这个是Hmosa & Crew的新系列 去年才推出 第一款推出的碗标是一个Fryback Crown Run 而今年它们再做了一只大三针的碗标 第一眼看下去这款标最吸引的地方就是那个绿色的标盘 绿色是今年应该是最时尚的颜色 大家都非常喜欢 我自己最欣赏的反映是这款标壳的设计 因为它是一个枕形的标壳 但是标圈是圈形的 而那个蓝宝石水晶玻璃的标面是拱形的 所以在侧边看的profile很漂亮 另外标链和标壳是成一体化 好处就是戴上手更加贴手和舒服 也都比较elegant 碗标是用了一个钢材质 40毫米的直径 可以放水120米 标面是用一种叫做烟昏的技术去做 Mosaline Q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技术 不要小看烟昏 因为它其实是需要将标面的金属 放在化学中浸很多次 让它慢慢和这些化学的作用 然后才变出这些颜色 是一个几十个钟头的工序 而这个碗标的夜光物料也是比较特别 它叫做Global Light 是一些陶瓷Base的夜光物料 跟我们一般见到的Superlumanova又不同了 这个碗标搭载了Ectmosal & Q的自家生产自动机身 有三天的动力储备 定价港币大概17万左右 第四只想说的碗标是Devento DB28 Steel Wheels So Far To Beyond Devento 是一个很专业的品牌 它们每年做很少标 不过它们的标的设计很前卫 而且功能都比较复杂 这一只DB28的碗标最大的特色 就是那四个标耳 因为那四个标耳是一个专利的设计 全部都可以动 这个碗标不小 有43毫米的直径 用5级的大金属去做 但是它戴上手是非常贴手的 碗标本身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它那个标面的火箭型标桥 是用蓝宝石水晶玻璃做的 有一定的厚度 因为它能够抵抗大标的震动 令到它不会断裂 另外这只碗标的直径是43毫米 本身它有两个BARREL 是可以提供5日的动力 是手上链的 在标背那里有一个动力储备的指示 而6点钟位置的陀菲伦 是一个30秒钟的陀菲伦 换句话说 即是一分钟它会转两圈 这个碗标的定价暗时未曾知道 第五个想说的碗标 是Jerard Paragu的Free Bridge Free Bridge是Jerard Paragu的新系列 很多朋友都知道 芝柏标最拿手就是三金桥的陀菲伦 这次它亦用了三金桥陀菲伦的概念 来设计Free Bridge 我们可以看到标面 在12点位置有一个发谷 上面有第一条桥 而在中间时分针下面就是第二条桥 而6点钟位置的平衡摆轮上面就是第三条桥 它这个BALANCE RULE都有特色 它是一种可变惯性摆轮 是用silicone席来做的 而同一个琴组艺桶用同一个材质 它的好处就是在于它可以抗腐蜀 不受到温度转变的影响 也不受到磁场的影响 这款标的标的直径是40毫米 是用一个钢壳 那个In-house的自动上充电机器 可以提供54小时的动力储备 定价大概是136,000左右 好了,今个星期我们为大家大力了五个新标 希望你喜欢 多谢大家